我只是搜了一下新闻 知道他大概说了些什么 那不是一个真诚的道歉 那不是一个诚恳的道歉 我想稍微对王志安有了解的人 也都知道他不可能诚恳的道歉 他那个所谓的道歉 其实整个内文都是在 贬低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骂台湾民进党政府 说什么外人没有资格评论台湾大选之类的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会 玩流量很坏的一个人渣 同时呢他的确就是在任何重大议题上 跟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 他要么是外宣 要么是做梦都想做外宣而不可得的人 这句话源自于鲁迅 那鲁迅有一句话说 中国人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人 另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人 那王志安呢就是要么他真的就是外宣 要么他就是想做外宣而不可得 所以他用大外宣的行为来规范他的一切行为 然后期盼着共产党有朝一日能看到他的努力 把他收编为真正的大外宣 所以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王志安他会诚恳的道歉 但是其实让我惊讶的就是说 原来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对王志安所做的这个揭露 和批评的这个动作好像是很过分的 在看到所有王志安过去的言论和他的做法的情形下 有人会认为我们对他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因为我们不是公权力 我们没有能力对王志安实施任何实质上的伤害 到迄今为止王志安就只是说 他五年之内不能以观光入境台湾 然后有在日本的反共的网友去爬书 他在日本的拘留的这个权利 是不是有一些资料造假的情形 这个事情都不是确定的 如果王志安没有资料造假 他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资料造假 那法律惩罚你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最新的消息是我看到说 日本的那一位非常友台的 友善台湾的议员 已经跟日本的国会的议员有联络 那他们会好好地来讨论 日本的拘留的这个方面的法律 是不是有可能 有可以改进的方面 会不会是王志安他钻了一些什么空子 或者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也很棒 就不针对王志安本人 而是从整个法律的层面看看说 是不是有日本的法律 有些有漏洞的地方 也不是只是针对王志安自己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个发展 到目前为止 王志安在日本的拘留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日本警察没有去逮捕他 没有人能够把他遣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退一万步讲 王志安如果在日本的拘留 遇到什么状况 他也可以马上飞去泰国 去欧洲 去美国 去加拿大 那他只要能拿得下签证 当然 对 就以他这种 要么是中共外宣 要么就是努力做外宣 而不可得的这个状态 他的签证可能每家 可能会有点问题 但至少你可以去泰国 没有问题 我们所做的这种 揭露王志安真相 和批评他 羞辱身障人士的行为 怎么好像被外界某些人 甚至被台湾的某些人 认为是很过分 这个是让我蛮惊讶 让我蛮震惊的 再来补充几个 王志安他的很过分的事情 中国有一个徐纯和事件 就是中国的一个上访的民众 可能台湾朋友不知道 什么是上访 上访呢 就是中国的人民 遭受了非常残酷的 不公正的对待之后 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 没有办法申诉 所以就必须要上访 就是有点像古代的时候 皇权时代 就是你在地方上面 被当地的官员欺负 然后就想要去城里 京城里面告状 中国老百姓被教育说 如果你在你的家乡 遭遇了很大的不幸 那不是毛主席的错 不是习主席的错 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而是当地官员的错 那就是皇上永远都是好的 是地方官员出了问题 所以你只要进京告状 那你所有的冤屈都能够得到申诉 就是官老爷 就是你知道钦差 寻访的时候 你冲出来往轿子前面一跪 啪哒一跪 然后举起那个东西 说冤呀 民语有冤呀 就这样 就是古代的进京告状 就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上访 这么一个情形 这个徐纯和 他就是一个上访的民众 然后因为他要上访 结果他就在火车站被枪杀了 被中国的警察枪杀 当时这个访民身上是没有任何武器的 中国人是不能持枪的 也不能持刀的 然后那个警察就开枪 射杀了这个访民 所以大家的讨论都是在说 这是不是警察的过度的执法 而只有王志安说 中国警察的权力太小了 应该赋予中国警察立即开枪的权力 还有给王志安做字幕的人 爆料说 就是他付的薪水非常非常的低 王志安的那个频道非常非常大 流量也非常大 收入也非常高 但是呢 做一两个小时的字幕 王志安付给他的薪水是37 人民币左右 还会被苛扣 要求非常严 包括以前就是我总结的王志安的那些非常糟糕的言论 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去看我的那些影片 说我们这些人对王志安很过分的人 很多了 那我主要是看到了有一位叫做刘莎莎的一个中国的异议人士 他现在人应该是在海外 他呢 回复了上官乱的一个推文 因为王志安每次在遇到重大社会事件的时候 都站在加害者一边去欺凌受伤害的人 所以中国这些受伤害的人 他们当然是很恨王志安的 因为譬如说你 你女儿被轮奸了 他说你女儿不正经 铁链女被拐卖 他说人贩子 也是好人 所有他都站在加害者一边 受害者当然就会非常恨他 那我印象中刘莎莎他也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维权人士 或者异议人士 他呢就回复上官乱 说上官很遗憾你不知道王志安的历史 不知道他每次维护中共陷害弱者 落井下石的心机 说我确信王志安是敌人 当时我就挺好奇 我就想说那上官乱到底说了些什么 然后结果我发现上官乱把我拉黑了 上官乱把我屏蔽了 我就看不到上官乱说了什么 我就把这个事情发到网上 有很多很多网友帮我截图 我就看到了上官乱对王志安这个事件的这个评价 我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被上官乱屏蔽 我只是没有想到他会屏蔽我 是因为我跟他之前因为陆配入籍的程序起过冲突 就是当时有一位亲绿营的陆配回中国出籍 那遇到了麻烦 因为他亲绿营 陆委会也说了 以后针对这些事情他都是会各案办理 那就说白了 就是知道自己亲绿的立场很明显的人 你最好考虑到这个危险 你自己去跟陆委会各案处理 那这一位亲绿的陆配 他比较忽视这个情形 他也没有找陆委会各案处理 如果他提前找的话 他就不会遇到这个麻烦 那后来这位陆配他也安全的回到台湾 这个事情已经能处理 那陆委会也说会各案处理的情形下 那上官乱仍然要推动整体性的修法 取消陆配回中国除籍的这个要求 那我当时非常反对这个事情 那我因为这个事情就做了几集影片 逐条的驳斥上官乱 那应该是在那个时候 那他把我给屏蔽了 但是我也并没有注意到 对因为我其实平时也并不关心他的发言 那是现在才发现 他把我屏蔽了 那我对他个人也没有什么恶感 实话来讲 就是说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坏的人 或者说我也不觉得上官乱他是一个 有人认为说他收钱或者怎么样 我都不这么觉得 我个人更多的觉得就是说 就是他在某些议题上的看法 只能说就是我不赞同 那我不赞同的事情 我就逐条的批驳 并不是说我很恨上官乱 或者说我认为上官乱是个很坏的人 不是这个意思 那譬如说就这个事情 他是这么说的 上官乱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局限 有错就改 那首先就是当时上官乱说 这个有错就改的时候 其实王志安甚至连那个假模假式的道歉 都还没出来 说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落井下石 不敢尽杀绝 我对这句话其实蛮有意见的 从这个背景上来听的话 那上官乱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 就是我们这些批评王志安 这个希望王志安 为他的羞辱身障人士的语言 付出代价 那该道歉的道歉 而且就是说应该 就是被谴责 甚至说譬如说像对于日本这一种 对弱势非常保护的国家 你应该知道说可能要入籍你国家的人 他对于身障人士是如此的不尊敬 就是说我们只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那然后让他得到应有的一种谴责 那然后结果就被说成是对王志安落井下石赶尽杀绝 落井下石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小心掉到井里 然后你还要往他往他头上扔石头 但是王志安不是 王志安不是不小心掉到井里 他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公开的羞辱身障者 那在那个时刻为止都没道歉 现在的这个道歉 他也不忘去踩一脚台湾政府和台湾 然后说赶尽杀绝 意思是说好像王志安已经惨到不行 因为王志安自己在卖惨 说什么他会被遣送回中国 会跟任志强一样做18年大佬 那这根本就不符合事实 那你就算是离开日本 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 你可以随便拘留 没有人能够把你遣送回中国 什么叫做这个落井下石赶尽杀绝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太重了 就像我们这种批评王志安的人 我们担不起这个话 王志安现在他还有大把的粉丝 赚大笔的钱 那风光的很 反正我觉得这八个字我真的担不起 我就觉得上官乱女士 你把我们看得太高了 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本事 赶尽杀绝王志安 中共的大五毛才是对我们落井下石 赶尽杀绝 就我看到的就是从大概 就是十个小时之前开始 非常明确的中共大五毛开始下场了 很多很多长期在各个议题上 跟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的账号 都在下场 都在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民进党政府独裁等等等等 过去的十个小时非常明显的中共官方的力量下场了 这个你们随便去看 你们随便去找那种过去长期跟中共保持一致的账号 现在都在就王志安事件表态 而且是表达对王志安的支持 然后对我们这些人的谴责 痛骂台湾 说台湾不民主 说台湾不自由 就是我再说一遍 就是十个小时之前 有一些就是反共的中国人士 他们的表态 或者说他们的想法 他们可能是真诚的 就是我这里就不点名了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真诚的 就是觉得被王志安迷惑或者怎样 但是我个人 就是我本人的观察 就是十个小时左右的这段时间 你明显感到中共官方的力量在下场 你们应该能够看到大量的粉红和五毛网军的账号 再去洗 再去为王志安洗地 再去骂台湾政府 譬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小凡好社 这个是一个中共重庆的政府的一个大五毛账号 大五毛就是他表面上是一个 譬如说新闻媒体人之类的 但是事实上他都是中共官方某个机构的小号 就是说中共官方大账号 不好意思说的话 透过他们的嘴巴来说 譬如说他在这边说 他在1月26日的时候发说 这几天台湾省蛤蟆陈俊涵 不惧严寒 砥砺前行 继续为民进党表演 网友从未歧视残疾人 但以此卖惨的台独 那然后配上了当时的这个照片 他是完全采取王志安所说的说法 就是说台独以此卖惨 加码去羞辱陈律师 加码羞辱身杖的人士 其实我觉得我蛮荣幸的 陈俊涵律师被这个小凡好社骂 其实小凡好社之前也骂过我 台独饲养的母贼 他骂我是台独饲养在加拿大的母贼 然后他说我花时间为某路配解释 这个某路配指的是何欣尧 当时好像因为某个事件 我好像为何欣尧说过两句话 然后他就把我挂出来 说我是台独饲养在加拿大的母贼 所以说我觉得蛮荣幸的 就是能够跟陈俊涵律师相提并论 同样都被中共大五毛骂 我被骂是台独饲养的母贼 他被骂是蛤蟆 包括说脱江野狗网友 就是在日本爬叔说王志安他的这个在日本的居留身份 是否完全合法的那位网友 他的家庭的地址被曝光 遭到了人身威胁 这个账号让问说日本有没有人能够线下问候下他 号召在日本的朋友线下问候脱江野狗 这位反共的推友 那就是人身威胁 而且把他的地址完全曝光 这种行为看上去很像是网军和五毛 这就是我说就大家要把它区分开 就是十个小时之前的那些人 有些时候大家有一些说王志安可能没有那么错 他或许也是一种就是被王志安迷惑 或者个人思索有局限 但是就是明显的十个小时之内 我看到大量的就是明显是中共的直属的网军五毛的账号 在为王志安洗地 在骂台湾和台湾政府 你觉得谁被赶尽杀绝 就是上官乱女士 你觉得谁被赶尽杀绝 谁被羞辱 谁被伤害 谁被侮辱 我觉得大家公平一点好吗 就是 我不觉得我们对王志安做的事情有这么过分 我骂他最糟糕的字眼也就是放屁和人渣 而他和帮助他的人 他的支持者们 羞辱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甚至不惜人身威胁 不惜把地址公开到网络上面 就是到底是谁对谁赶尽杀绝 我觉得这个要要要说清楚吧 就这个你不能说我们对王志安赶尽杀绝 那我们才被他和跟他持有同样立场的人赶尽杀绝 好吧 上官乱他的内容还有一句话很特别 他说王志安有诸多毛病 但算不上敌人 王志安不算敌人吗 我们都不说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立场 王志安他在全世界征求女朋友 然后要假结婚入籍 对于受到性侵害的女性 说他不正经 上访的民众手无寸铁 被警察射杀 他说警察需要有更大的权限 可以立即枪杀 就嫌这个警察的权限还不够大 王志安他不是台湾的敌人 王志安他是文明的敌人 王志安他是文明的敌人 王志安他代表邪恶 他代表坏 他代表人渣 你都不要说共不共产党 你都不要说中国与台湾年的关系 王志安他是文明的敌人 他是善良的敌人 他是有同情心的人的敌人 他是有良心的人的敌人 所以说我一直就说 不是说反共的中国人恨王志安 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恨王志安 就当你看到这种言论的时候 你难道不想 你难道不觉得说 这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一个畜生吗 就是我不明白 那他是文明的敌人啊 他都不是台湾的敌人 就任何有良心的人 你看到这种言论 你难道不觉得心里都在滴血吗 一个孩子被轮奸的母亲 他要被人家这种 王志安这种人说 你女儿不正经 就是你怎么去 那个夏俊峰 那个小贩 他就因为在街上卖东西 结果就被警察殴打 殴打之后 他忍不住就捅死了警察 尽管中国的维权律师为他辩护 他还是被中国杀害 然后他留下的太太和孩子 需要生活下去 有一些募款的这些活动 王志安就说他们是敛财 是骗钱 王志安是你上官乱的敌人 如果你是善良的 如果你是文明的 那王志安就是你的敌人 说出这种话 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他是文明的敌人 他怎么会不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说我觉得刘莎莎说的特别好 上官很遗憾 你不知道王志安的历史 不知道他每次维护中共 陷害弱者落井下石的心机 王志安才是落井下石 我们没有落井下石 上官乱他有一个推文 我个人猜测应该是说到 王志安他的记者的身份 那然后王歪嘴反驳说 王志安从未担任过央视记者 自称央视特约评论员 就是一两年上不了一次节目的栏目嘉宾 连临时工工牌都没拿到过 类似于终点工 后来挂在大家旗下拿到记者证 做的也是访谈类节目 所谓调查记者也是他自己封的名头 推上各路 前央视记者媒体人很多 可以验证老王这句话 我相信上官乱女是你的善良 我相信你的善良 尽管说你把我给屏蔽了 尽管说我们在这个陆沛入籍上面 有过这么大的争执 但是我一直坚信上官乱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王志安就是你的敌人 王志安不是你的朋友 我把这句话放在这 上官乱女士 你早晚有一天 你会发现王志安是你的敌人 王歪嘴还发的一个说 王志安人生第一次火遍全网 还是2012年 公然为虐童犯狗艳红洗地 就是你们看到 就是有一个女的 他把这个儿童的耳朵提起来 提这个儿童提起来 王志安说什么 说人最容易被什么欺骗 自己的眼睛 单独看这张照片 我估计每个人都会愤怒 但是只有了解 颜艳红究竟是在什么氛围下 做的这个举动 才能帮助我们抵达真相 今天采访知道 当时这位被颜艳红 揪着耳朵提起来的孩子 放下来之后笑了 这张照片同样很触目 孩子被扔到垃圾桶里 如果真是扔的 那可以确定是虐待无疑 可是今天办案的警察告诉我 他们调查 现场颜艳红是把孩子放进去的 不是扔的 希望对细节的苛责 才能抵达真相 就因为说这个孩子是被放进垃圾桶里面的 就不是虐待了 你到底还需要多少的资料 你才能够相信王志安 他是文明的敌人 他是人性的敌人 他是他是善良的敌人 就是你身上所有美好的东西 都与王志安做对 王志安都与他做对 他都是你的敌人 王志安他到底是不是外宣 很多中国推友 跟我有一样的观察 就是说在推特上反中共的自媒体 大V们几乎都在批评王局 而名不经传 或翻墙出来的小粉红们 都在支持王局 他不只是粉红 是五毛和网军的力量已经下来了 中共官方直属的力量已经下来了 是曾争发的吧 北京格斗狂人徐晓东 于2022年4月 发布在他的油管频道中 的一张照片显示 王志安于2022年初 中国新年前曾经回到中国 徐晓东的叙述的影片中 他提到说 王志安当时2022年回中国 是要看看业务 有没有可能再打开点渠道 在国内做点东西 跑一跑打通打通渠道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当时王志安想在中国 做点什么事情 跟中共官方之类的 各种机构 他们的一些个人 走一走关系 能不能被中共官方 所接纳 所接受 至少在2022年初的那个时候 王志安他还是 就是想做奴隶 的一个状态 他有没有得到 做奴隶的这个权利 他有没有得到 做外宣的这个东西 不知道 但是他那个时候 就是上下的跑关系 想要做 就是中共 养的狗 就是想要做狗 想要做奴隶 那他有可能做成了 也有可能没做成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一直以狗 以奴隶的这个行为规范 在规范他自己 王君说 嗨 别提了 我这不都被疯了吗 回来啊 我看看业务 有没有可能 再打开点渠道 完了呢 我能在国内 做点东西 跑一跑 打通打通渠道 我说 结果呢 嗨 我说 那您回到日本 这一段 根据这位 曾争女士的说法 前中国记者赵兰健 和另一些异议人士透露 王志安那次回去 是去向中共寻求经费的 而中共方面要求他 要将他的频道经营到一定程度 才可以 就是这一段 信息的真实性 你们自行判断 那这些有很多的猜测的成分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王志安 他要么就是中共的外宣 要么他就是想做外宣 而不可得 所以按照外宣的行为 来规范他自己 因此他在各个重大议题上 与中共永远都站的一样 而此次王志安他本人 终于在台湾人民的力量下面 他的假面 被更深的揭穿出来之后 中共官方在下场 为王志安护航 这是非常明显的 他们之间有没有勾结 有没有交易 这个你们自行判断 王志安 他至少他是 完完整整的从中国出来的 跟你们对比一下 南韩一名72岁的正姓男子 因工作关系 过去30多年经常往返中国 但日前入境中国时 中国海关在其行李中 发现一本笔记本 内附地图上 已将台湾标示为国家 因而遭海关扣留 一个多小时才放行 而王志安在2022年初的时候 距离现在也没多长时间 他是安安稳稳地回到了日本 这些都不是铁证 能够证明王志安是外宣 但是我说句实在话 就是说我对外宣都不会这么痛恨 大外宣很多 你譬如说我之前给大家举的 那个澳洲的那个女记者 她是绝对是外宣 她是CJTN的女主持人 中国环球电视网的女主播 女主持人 标标准准的大外宣 但是程雷 程女士 我现在都尊重她 因为她做外宣的时候 她是被中国欺骗了 她是个人 她不是个禽兽 她不是个人渣 而王志安 她不管是不是外宣 她是人渣 她践踏人性 她践踏人权 她践踏人的善良 这个事情由于中共大外宣 中共的整个网军的系统下场 那台湾正在遭受 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攻击 就是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发展到说 中共利用整个这个事件 要把整个的脏水 泼到台湾头上 在台湾头上扣一个帽子 说台湾不民主不自由 不言论自由等等等等 接下来有可能是狂风暴雨 但是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一样 我一定站在台湾这一边 跟台湾大家一起 把这种风暴挺过去 我还是那句话 台湾人民没有错 台湾政府没有错 羞辱身杖人士 不是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 言论自由只是保证 保障你不会因言入罪 王志安 你也不是因为羞辱身杖人士 所以五年不得入境台湾 你是因为你从事了 与观光签证不符的行为 言论自由是说 你不会因为你所说的话 而入罪 而被关进牢里 而被关进监狱里 而不是说你可以随便的羞辱 身杖人士 羞辱弱势群体 而不付出任何代价 这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 台湾政府依法执政 依法施法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不是台湾民进党政府 对你王志安的打压 接下来如果中共的力量 一直保持这个力量入场的话 那这个风向有可能会变 台湾朋友们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就像我说的一样 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打这一场仗 那我也希望就像上官乱女士 你这样的非常善良的 非常优秀的人 你可以好好地看清楚 到底谁才是被赶尽杀绝的 不是王志安 好吧 然后就是请大家不要有特别过激的 对上官乱本人的反应 但是我觉得上官乱 它的这种反应也代表 有一些台湾人可能也会觉得 我们好像对王志安很过分 那我觉得就是 他也作为一个代表吧 那他作为这样的声音的一个代表 我觉得总体的批驳一下 还有就是上官乱女士 可以的话 你可以把我解屏蔽吗 免得我要想看你的言论的时候 还要找网友 所以我担心